在公正党指控执政党威逼利诱议员跳槽 以及陆续有蓝眼国会议员托党支持政府后 公正党罗佛市基央区国会议员纳塔拉·伊斯迈就揭露 昨天有人上门游说他支持政府 被他一口回绝 纳塔拉发文告指出 昨天有两个人早上门 其中一个电视拥有拿多斯里头衔 他们先赞扬纳塔拉在市基央做了很多好事 希望他可以继续履行国会议员义务 然后就提到支持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的种种好处 问他有没有兴趣转换阵营 纳塔拉当下表明不打算支持慕尤丁 他认为如果违背了烈火莫西斗争理念 就算获得再大的好处也毫无意义 纳塔拉也已经向蓝眼领导层报备这起事件